有喜欢的人就明白对他说喜欢,想见面的时候就去见面,谈恋爱时就好好投入,幸福的时候就好好拥抱幸福,用百分之百的真心去体验,因为这是人生唯一可以掌握的。 大家好,我是阿易,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平淡又治愈的爱情喜剧,天堂门票。 玛丽和大卫在一起是在上大学期间,在一起四年之后也迎来了毕业,两人的学习成绩都很优异,大卫考上了建筑系的硕士班,想要留在芝加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而玛丽得到了一个洛杉矶很棒的画廊的工作机会,在毕业的前一天她告诉大卫她要离开芝加哥去洛杉矶,当时的大卫害怕极了,害怕两人的感情会就此止步。 于是在第二天的毕业典礼上,玛丽正在接手校长颁发的毕业证,大卫突然单膝跪,跟她求了婚。 她很感动,泪流满面,当时就答应了,丝毫没有考虑她还要去洛杉矶的事情。 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所有人都对他们表达祝福,唯独玛丽的父母。 玛丽的父母觉得玛丽还太小,不应该这么早决定自己的婚姻,她还有很多种可能性可以尝试。 可她没有听父母的话,放弃了洛杉矶的工作机会嫁给了大卫。 一个月后就怀上了女儿丽丽。 转眼间25年已经过去,现在的他们已经不是夫妻关系,只是一对常年不见面,一见面就掐架的死对头。 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5年的时间,离婚之后他们尽可能不出现在有对方的场合。 可明天就是丽丽的大学毕业典礼,作为父母的玛丽和大卫必须一起参加。 丽丽决定去进行一场毕业旅行。 因为那之后她将告别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迎接自己漫长又艰苦的人生。 而此刻最让她苦恼的是水火不容的父母,如何能够心平气和地和对方一起参加她的毕业典礼。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尽量不见面。 于是她将两人的座位分开,一个在左侧,一个在右侧。 可由于他们过去的太晚,最后还是坐在一起。 他们见面就开始掐,谁也不甘示弱。 就连座位中间的扶手都要争个你死我活。 毕业生上台领毕业证,所有人都在鼓掌,只有他们两个在争吵。 但还是在丽丽上台的时候表现出相处融洽的样子。 毕业典礼刚结束,丽丽就要去赶去往巴厘岛的航班。 两人一起将丽丽送去机场。 一路上两人都在对对方冷嘲热讽,谁都不肯少说一句。 丽丽见怪不惯,又实在受不了。 进入安检门的那一刻,她觉得世界都安静了。 而剩下的两人自然懒得多看对方一眼,离开机场。 丽丽和好友珍妮跟着旅游的船去了海中央。 潜水结束后却发现,在他们的船已经离开。 他们正准备游到岸边,碰到一个开着渔船的男孩。 男孩看到他们把船停下,将丽丽一把拉到船上。 丽丽对帅气的男孩一见钟情, 而男孩也被丽丽漂亮的眼睛迷住。 两人就那样望着对方保持一个姿势,沾了很久。 直到听到珍妮的声音,才想起海里还有一个人。 男孩是当地人,名叫吉德。 那次的分别后,丽丽又在沙滩舞会上遇见吉德。 得知她即将成为一名律师。 吉德很好奇,她为什么想做律师。 其实她的心里也没有答案, 她总是会给自己制定人生每个阶段的目标, 达到之后又会怀疑是不是一开始又做错了选择。 其中,选律师专业就是其中一个。 可现在她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没有其他选择。 她不能让父母对她感到失望。 吉德在巴黎岛长大,现在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成为一个海藻农民,就是以种海藻为生的人。 看着吉德认真说话的样子, 丽丽突然失神,她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 她想要吻吉德,事实上她也那么做了。 次日清晨,她在一个整节海边木屋醒来, 一眼就看到蔚蓝的大海让她心情愉悦。 她来到海边寻找吉德的时候, 吉德已经开始工作了。 吉德不认为她那是在工作, 而是觉得那是一种和水神交流的方式, 尊重水神和自然, 人们都能得到生态的平衡。 莉莉觉得自己的平衡已经被扰乱了, 因为她确定自己爱上了吉德。 吉德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 在两人在一起的四十天后, 他们做出一个重大而又疯狂的决定, 闪婚。 自那次参加完莉莉的毕业典礼, 玛丽就决定再也不和大卫见面, 除非到了莉莉出嫁的那一天。 可她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当她接到大卫电话的那一刻, 就没有了好脾气。 但大卫没有心情跟她拌嘴, 提醒她看邮件。 她这才知道莉莉决定在巴厘岛结婚的事情, 两人决定买最近的航班, 赶过去阻止女儿的婚礼, 为了避免坐在一起, 特意没有一块订票。 大卫登机后, 一个大妈疯狂搭讪, 为了得到一个安静的环境, 她故意装作不会说英语, 大妈这才闭嘴。 谁知下一秒, 玛丽就出现在眼前, 好巧不巧, 两人的座位又挨在一起。 大卫脱口而出, 该死的缘分, 大妈这才明白自己被骗了。 大卫要求空姐为她挑换座位, 可飞机上已经坐满, 没有可以挑换的。 这时一旁的大妈提出愿意换, 于是坐在了两人中间的位置。 但这也没阻碍两人争吵, 正当他们吵得火热的时候, 机长见玛丽献男友保罗走了过来, 玛丽毫不避讳地跟保罗拥抱亲吻。 大卫被气得说不出话, 看到大卫生气的样子, 玛丽心满意足, 老实地坐到了位子上。 中途, 飞机突然遇到气流, 发生剧烈颠簸, 乘客们都吓得大叫起来, 大妈害怕地哭了起来。 两人都准备安慰大妈, 手却无意间牵在一起。 下了飞机后, 他们要一起乘船去往巴黎岛。 两人虽然不对付, 但到了这时候, 为了女儿的幸福, 也必须要团结一致, 阻止这场婚礼。 他们商量了一个计谋, 那就是装作很支持丽丽的婚事, 让丽丽没有防备。 得到丽丽的信任之后, 再引导她结束这段感情。 看到父母一团和气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丽丽很是开心, 同时也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还好他们没有反对自己结婚。 虽然这个婚结得有些匆忙, 但该有的仪式还是要有的。 订婚典礼即将在山顶举行, 丽丽告诉两人, 来参加的都是双方最亲的人。 本以为不多, 到了现场, 两人惊呆了, 没想到吉德有这么庞大的家族。 丽丽已经亲切地称呼吉德的父母, 爸爸妈妈。 两人听到后有些吃醋, 但想到之前计划好的事情, 还是强忍心中的不快, 露出得体的笑容。 大卫找吉德谈话, 一开始就给吉德一个下马威。 他知道丽丽很喜欢巴厘岛的生活, 可这只是一时的, 包括对吉德的喜欢。 结婚也是冲动之下的结果, 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就像他刚刚遇到玛丽的时候, 也曾以为他们会一辈子在一起。 现在不是照样分开了, 看见对方一眼都觉得难受。 所以即使这个岛屿再美丽, 丽丽也终究会有看坊的一天, 这一天应该不会太久到来。 这样本以为会得到岳父岳母喜欢的吉德不知所措, 在订婚仪式开始的时候也不在状态。 吉德的父亲在仪式上宣布 两人的婚期放在四天之后, 所有人都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大卫和玛丽虽不情愿, 也只能笑着点头。 吉德没有将大卫的话说给丽丽听, 而是告诉她, 她的父母真的很爱她。 婚期将至, 大卫和玛丽要在岛上住几天, 来到岛上最豪华的酒店, 两人希望可以住到距离最远的两个房间, 可这对欢喜冤家还是被安排到了对方的隔壁。 想起女儿即将结婚, 大卫无心入眠。 来到楼下的酒吧喝了两杯, 正好碰上来喝酒的珍妮。 珍妮看出她有些担忧, 劝她放心。 因为丽丽在巴厘岛的这段时间真的很开心。 大卫觉得珍妮还年轻, 没有做父母, 所以根本不理解她这种心情。 况且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长久的感情。 她和玛丽刚刚结婚的那段时间很甜蜜, 他们都以为他们会一辈子这样下去。 可随着她工作越来越忙, 玛丽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两人的感情生活慢慢发生改变, 开始无尽的争吵, 甚至对彼此恶言相向, 最后只能结束那段变了智的婚姻。 婚礼即将到来, 丽丽还没有改变心意, 他们想要阻止就必须快一点采取行动。 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投走婚戒。 被安排送婚戒的人是吉德八岁的表妹, 玛丽偷偷接近她, 拿走了戒指。 于是因为戒指的丢失, 婚礼延期。 吉德看到两人的表情就知道怎么回事, 只是他们还自信地以为没被看穿。 莉莉和吉德带两人出海, 吉德吹了一声口哨, 好几只海豚出现在面前。 玛丽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激动大叫, 随后跳入海里, 玛丽和吉德也跳了下去。 在几人的怂恿下, 大卫也不得不下海。 谁知一向温顺的海豚不知怎么竟咬了大卫一口, 这也许就是做坏事的报应吧。 晚上几人一起去逛当地的夜市, 莉莉对玛丽表示感谢, 感谢母亲穿越大半个地球来祝贺自己。 正在装东西的摊主也纷纷夸赞, 玛丽是个善良的人。 这样玛丽有些心虚, 对女儿有些愧疚, 也开始质疑一开始的目的是不是正确的。 而一边的吉德故意创造机会和大卫独处, 希望大卫可以交出戒指, 趁她还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莉莉。 大卫却以为她不敢说, 是因为怕莉莉会因为父母的反对, 重新考虑结婚的事情。 吉德反驳, 她只是不想让莉莉伤心, 这样大卫瞬间失声。 回到酒店, 玛丽改变了心意, 她希望莉莉快乐幸福的生活, 而现在他们做的事情, 是在毁掉莉莉的幸福。 大卫听后急了, 希望玛丽可以清醒一下, 想想他们最初来到这里的目的, 这瞬间惹怒了玛丽。 当初就是因为大卫对莉莉不闻不问, 莉莉的衣食住行都是她这个母亲在打理, 而大卫从来不知道莉莉喜欢什么, 想要什么, 他们才离了婚。 这么多年过去, 大卫还是没有改变。 两人大吵了一架, 话题从莉莉结婚转到了他们之前的感情, 最后谁都没有占上风。 看出两人之间有些不对劲, 莉莉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任务, 让他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吉德的工作。 虽然过程不是很愉快, 但两人的关系缓和了许多。 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 吉德又买了新的戒指, 确保婚礼顺利进行。 当晚几人一起去酒吧, 看到隔壁桌在玩游戏, 也来了兴致。 两两一拨, 输了就喝酒。 在酒精的作用下, 他们好像忘记了一切不愉快。 后来几人都喝醉了, 次日, 大卫和玛丽醒来就发现, 他们躺在一张床上。 可让他们慌乱的事情不止于此, 保罗忙完工作赶了过来, 正在敲门。 好在两人的房间阳台相通, 才没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吉德正计划带大家去 弩莎佩妮打倒完。 大卫非要去参观海神庙, 吉德只能妥协。 他告诉丽丽, 海神庙是被诅咒过的地方, 相爱的人一起来就得不到幸福。 于是两人偷偷离开, 去了弩莎佩妮打倒。 而另一边的保罗在海神庙 跟玛丽求了婚。 就在这时, 一条蛇出现, 咬伤了保罗。 好在被及时送去医院, 没什么大碍。 求婚的事情中断, 保罗让玛丽好好考虑一下。 丽丽强烈阻止母亲和保罗 在一起, 因为她看得出来母亲并不喜欢保罗, 只是享受被保罗爱着的感觉而已。 可爱和被爱是不一样的, 丽丽的话也让玛丽重新审视了 和保罗之间的关系。 在保罗恢复得差不多之后, 四人一起去了弩莎佩妮打倒, 看了最美的日落。 却没有想到, 来时坐的船飘走了。 时间太晚, 他们只能在岛上过夜, 没想到生活的时候, 丽丽在玛丽包里发现了丢失的戒指。 她不敢相信, 一直支持自己的母亲, 其实是破坏自己婚礼的那个人。 更让她生气的是, 吉德也知道这件事情, 却没有告诉她。 她质问母亲做这件事的原因, 玛丽解释, 她当时只是为了阻止一段错误的婚姻。 如果她很多年前听父母的话, 那么她的那段错误婚姻就不会开始。 大卫承认她就是那个错误。 莉莉伤心跑开, 吉德追了上去, 剩下两人在原地后悔不已。 两人沉默许久, 突然开口, 大卫不是那个错误, 而且她从来没有这么认为过。 她不知道她和大卫之间为何发展到这一步, 但清楚地知道, 自己没有答应保罗的求婚,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卫。 次日清晨, 两人在海边的礁石上看日出, 四目相对, 暧昧的气氛围绕, 随后就是激烈的拥吻。 很快, 他们又意识到他们已经离了婚, 然后默契地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吉德的父母来接他们, 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婚礼。 莉莉决定立刻结婚, 即使得不到父母的同意。 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大卫看得出来, 吉德很爱莉莉, 也看到莉莉和吉德在一起使得幸福快乐, 于是她选择了妥协, 在婚礼上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看着满脸幸福的女儿, 大卫和玛丽很不舍, 也为她感到开心。 婚礼过后, 两人坐在一起谈心, 大卫虽然嘴不饶人, 但真心希望玛丽能够获得爱情。 如果保罗真的能使她过得快乐, 那就应该答应保罗的求婚。 玛丽依旧犹豫不决, 感到很迷茫, 想了一夜也终于明白, 现在的她并不想开始下一段婚姻, 她正式地拒绝了保罗, 保罗很难过, 但也尊重她的选择。 看着和孩子们放风筝的大卫, 玛丽的脸上露出笑容, 原来她的心里一直有大卫的位置。 在回去的船上, 气氛与来时大不相同, 他们终于知道, 莉莉为何如此喜欢这里,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也想在这个美丽的岛上生活下去。 这段短暂的旅途, 让他们也有很大的收获, 他们又重新找到了彼此。 也许今后的生活还是不尽人意, 但此刻的快乐是真实的, 即使重蹈覆辙又如何? 成人生活很糟糕, 婚姻会破裂, 感情会淡去, 但总有些事情, 总有些时刻, 会要让你再去相信一次。 就算未来的生活是未知数, 但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好呢? 生活是一种缓缓如夏日流水般的前进, 我们慢慢享受不要焦急, 30岁的时候不应该去急50岁的事情, 生的时候不必去期望死的来临, 毕竟这一切总会来的, 生活得失看淡尽心随缘, 放下过去, 珍惜现在, 期待未来, 毕竟是忍耐, 顺境是收敛, 得意是看淡, 失意是随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